指纹识别技术,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手机上就有这个功能,现在指纹还可以用来侦破按键,奇怪的是,古代并没有所谓的指纹验证技术,为什么要人把手印指纹印在纸上呢?他们是如何使用指纹的呢?指纹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指纹技术的起源,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我国的古人已经掌握了指纹技术,只不过使用的方法跟现在不一样而已,所谓指纹,通俗的解释便是人体表皮上凸起的纹线。 人在出生后的第三四个月便开始产生,到六个月左右就形成了,不过指纹只会随着人的成长而放大变粗,其指纹样式并不会发生改变。 此外,每个人指纹重复的几率很小,大约只有150亿分之一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指纹也被称作是人体身份证。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指纹识别技术的发源地,我们的老祖宗对于指纹的研究和利用可追溯至六千年前,在新石器时代半波遗址的陶器上,就印有清晰可见的古人指纹图案。 德国人海因德尔在《指纹鉴定》一书中就明确说道,中国唐代学者贾公燕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指纹鉴定的人。 将这一技术应用到法医鉴定上的开创者,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宋慈。 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他撰写的《喜愿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书,里面就详细提及了指纹的鉴定方法。 换句话来说,在我们的通常认识中,古人因为科技条件落后,没有指纹识别技术,其实这是一个常被误解的重要事实。 中国至少在唐朝之前就已经有了指纹识别,既然已经有了指纹识别,那签字画压在社会的各方各面就有了其重要意义,而早在西周时期。 古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一奇妙之处,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现在如此发达的技术,也并没有进行多方面的运用而已。 直到后来,指纹才正式被运用到了各种场合上面,比如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在文书契约中的应用,还有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应用等等,据相关史料记载。 我国历史上最早将指纹运用到刑事诉讼案件中的时间大概在2200年前。 指纹在古代的妙用,对于中国古人而言,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指纹识别技术,但盖手印时留下的指纹还是清晰可变的。 如果遇到了需要验证的时候,只需要让当事人再按一个指印,经过仔细对比,就可以推断出是否相同。 至于指纹造假,几乎不可能。 不说人们是否有这个意识,单说在古代交通,信息都不发达的大环境下,想要找到指纹相似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天方夜谭,而人为造假更是无稽之谭。 除此之外,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人都是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按指纹相当于给神明做了见证。 如果事后不承认的话会终生于心不安,一旦被揭穿更是会被扫地出门。 不得入祖坟,所以按指印本身对古人就有相当的威慑力。 除此之外,签字画鸭时还需要签名,因为百姓多不识字,所以一般以画圈代替。 这其实也是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除了指纹之外,古人还在契约中使用过手印、脚印与验证指纹原理相同,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而且很难被他人轻易替代。 1975年12月的时候,考古队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了12座战国末期到秦朝时期的墓葬,并且在当时的第11号秦朝墓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竹筒。 其上面记载的大都市法律文书,治愈文书程式和刑事侦查方法。 而在这其中发现的封诊室一书中有《学道一文》,里面则记载了一件盗窃案件的侦查情况,从报案到后来侦查询问等,全过程记录得都非常清楚,在房内,洞中和洞外的泥土上都发现了有膝盖和手的印痕,痕迹总计有六处。 要知道,这可是在2000多年前对手印勘查的文字记载,是世界各国都还没有的。 在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里,经常就出现梁山好汉们被官府捉取。 在自己的判决文书上打手磨,打手磨就是把自己的整只手浸泡在墨汁中,然后按压在纸张上,带到墨迹自然风干,就留下了比较完整的掌印。 这种画压方式不仅运用到判案诉讼中,还会用在买田置地等日常生活中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现。 早在我国秦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断案者运用指纹识别的方式寻找到了蛛丝马迹。 湖北云梦献出土的逐简证实,战国末年的秦朝断案侦查要以手记作为主要线索,因为每个人的手都是独一无二的文记。 至后世的汉、唐、宋朝代,皆出现了用指纹找寻真正的犯罪者的记载,尤其在宋代,手印则已经正式成为刑事诉讼的物证了。 比如在宋史《原将传》中,就曾记载了一起欺诈案件,有一个叫做龙玉的妇人,使用计谋与周整赌博,并赌赢了,于是便让周整以上等田折合成钱来抵债。 所用之计便是在留有周整之母手印的空白纸上立下字句,落款年月于手印之上,周母得之后便将龙玉盗上了官府,周县官吏开始因看到字句上有周母的手印为证。 因此并没有细究,等到原将就任永新县之府后,周母再次起诉龙玉,原将发现字句上是先有手印后有字句,因此便判定这份字句就是龙玉伪造的,于是便判齐田归还周母。 这一记载,可以说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在处理刑事诉讼案件时以手印为证,已经是惯例,而且这也说明了,当时已经能够鉴别手印是谁所留。 除此之外,在元朝摇碎的墨安吉还记载了一起冤假案件,其载是说, 这些连访复氏潘泽在复查案件时发现了一起冤假案件,一个富豪将一家十七口当作家奴。 数年来,经过了多个司法官员的审理,但最终都没能为其伸张正义,潘泽在对案件进行复审时, 发现其中的指纹文献的书密与其年龄不相符,于是他便在郡中找来多个十三岁左右的少年, 通过他们的指纹来与案件中的指纹做比较,更加证实了案件中的指纹与成年人指纹不符合。 于是经过一番审理之后,得出结论,该富豪以少年指纹冒充成年人指纹做伪证, 最终判其败诉,终于澄清了此原案。 当然了,首印除了在古代的刑事诉讼案件中,可以作为破案线索和证据之外。 还可以作为审查供词或者是结案的工具,比如在《水浒传》的第26回中, 武松为了审查扫扫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并独死兄长武大郎一案, 便要胡正清将潘金莲和王婆的口供写在纸上,然后画押。 指纹的分辨 指纹经过漫长的使用,古代的人们对指纹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并且将指纹分成了三种六类,形成了指纹的理论学说, 但是这是初步的判别方法。 每个人指纹的具体走向,一些细微文理的不同, 人们还是无法百分百地分辨不同的人的指纹。 于是,为了区别不同的人,气书上除了按下指纹,还会要求按下手印, 于是就多了一项分辨的指标,这就为更好的区别不同提供了保障。 随着指纹的广泛使用,指纹被运用到办案中,指纹的分辨就需要更加的细致, 于是,一些人就撰写了相关的著作,比如《喜愿录》等, 为指纹鉴定提供了方式方法,但是指纹的复杂性,人数的繁多。 对于指纹,人们用肉眼不足以完全观察出来, 于是,为了提高手印的使用效率,在签订契约和按手印时, 通常会安排第三人在旁边。 为契约双方做见证,如果再发生了纠纷, 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人证,并且在宋朝官府对指纹进行了采集。 如果要验证指纹,还可以运用官府收集的指纹来做对照, 这样一来,又加强了指纹的准确性。 最常用的方法,还是重新再按一次手印, 在阳光下与契书上的手印对照。 如果重合,那么契约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能重合,就说明契约不是现在的人签下的, 这种方法十分有效,并且相对简单, 也为审理案件提高了效率。 相比之下,西方的指纹鉴定技术, 就比中国晚了千余年, 1880年时,英国医生亨利·福尔兹在《自然》杂志上投稿讲述自己 在玻璃杯上发现人残留的指纹的事, 之后经过研究逐步发展这一技术, 逐渐就应用到了指证罪犯的案件中, 1882年,英国科学家法朗西斯对指纹编码技术有了新的突破, 为指纹识别技术奠定了基础。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 中国的指纹技术比西方国家早了一千多年, 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同的。 可以作为个人身份识别的重要证据, 除此还有, 在古代受到教育程度的人比较少, 多数是农民出生, 除了种田养殖等粗种活, 大部分都没啥文化也不识字, 如果一旦与人发生交易需要定契约的时候, 他们就用盖手印指纹来代替, 特别是一些人犯了罪, 杨姆县令对其判决有罪后, 需要本人在罪状上签字认罪, 此时犯人如果不识字, 那么就只有用手印来代替了。 其实古人做法很聪慧, 鉴定方法难以置信, 因为手印被印在纸张上后, 异常清晰, 异于对比。 事后可以通过再印一次手印来对比之前的, 两者对照一般无法造假, 出于这一点优势, 古代人就特喜欢, 凡事都要盖手印求见证, 古代虽然没有指纹识别设备, 但是通过指纹比对, 准确率完全可以做到100%, 我们不得不佩服祖先的智慧。